OK,我一次錄三集 那今天這部影片呢 是... 竹馬達的影片 Zita竹馬達影片 好,那我們來看喔 竹馬達的影片 喔,這個 音樂相當動感啊 音樂相當動感 好,啟動了 這竹馬達呢 其實之前有介紹過 就是我們有一個洗頭的影片 不知道有沒有看到 就是我把這個馬達 拿到戶外去 然後噴一個超高的噴泉那一個 那這個其實是可以噴的超級高 如果說我們那時候有在接水管的話 就會可以發現 其實這個真的可以噴超高 好,那看到這控制器的部分 左上角呢就是瓦數 然後下面呢是 這個轉速 右上角是電流 那它可以用觸控的方式去做一個調整 那右邊的電源鍵按一下暫停 然後你如果再按一下它就關掉 就這樣,非常簡單 很好使用 這影片很短 所以我這邊要跟大家講一下 介紹一下這個馬達的一些細節 這顆馬達呢 它裡面有做一個內循環 那什麼叫內循環 就是當馬達啟動的時候 它自己本身內部會有個水流在運轉 這個馬達它裡面會有水流在運轉 去確保說裡面馬達的溫度是夠低的 那第二個呢 就它還有一個轉速的控制保護 轉速太高太低它都會保護 譬如說轉速太低是什麼狀況 可能就是你有螺 或是有白綿 或是本身馬達自己就卡垢啊 然後導致馬達軸心轉速度變慢 那變慢的時候就會導致說 這個控制器它就會感應到說 這個是有異常的狀況 那它就會停機 暫停一下 然後不然你的馬達會壞掉了 那第二個是轉速過高的時候 什麼是過高的時候 就是它有異常了 就是它已經轉太快了 轉太高會有個狀況就是 它可能轉太快 你的馬達會壞掉 所以基本上這兩種狀況都是有去做一個保護的 大概就是這樣子 那OK 那如果喜歡我們的頻道 請記得幫我們按個訂閱 按個訂閱或是分享給大家知道 這樣子 那這個簡短影片就到這邊 那我們就下次見 掰掰